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听见没有啊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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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可怜 打进来就不行 喂 喂 师父 身体很不好 听不懂啊 听到了 人虚啊 就是从胸部以下这一段 肠胃啊 肝啊 这个地方啊 空调管啊 太冷了 那应该怎么办 现在我学那个心理发明就一年多了 我都给他练小房子 你赶快念呢 他身上有灵性啊 哦 灵性是吗 嗯 那要给他怎么念 工序 你们家里听不见声音啊 晚上 嗯 嗯 还有我讲啊 整天晚上有声音不知道啊 哦 房子里面有声音 是的 对啊 那就是灵性啊 这还不懂啊 哦 那我应该怎么做功课和念小房子 嗯 功课就是每天给他念礼佛三遍 最好叫他自己念 嗯 好吧 呃 礼佛三遍 往生咒四十九遍 大悲咒二十七遍 心经四十九遍 好啦 嗯 好吧 你要叫他每天晒太阳 嗯 晒太阳是吗 对啊 他身上还有很多散灵啊 嗯 那他现在在澳洲那边读书 我想请问一下他的明年就毕业了 他的工作能不能帮我再看一下 工作找得到了 没问题 嗯 师傅 我现在捨了一个福台在家里面 帮我看一下行不行 我是六四年属龙的 福台是吧 嗯 哦 你倒蛮虔诚的 家里福台观世音菩萨都来过 嗯 好啦 很好啦 好好努力啦 儿子没问题的 明白了吗 老爸看 他是那个强助性急救炎 已经验他出来好几年了 嗯 我告诉你 你跟我记住了 看了很多不如理不如法的东西啊 你说树果还是小孩 小孩 哦 听不懂啊 听得懂啊 听得懂啊 您要是孩子不学佛的话 你很容易学坏 你这都不懂啊 那师傅 我家网上有声音 是不是我要练个我房子的那个药精神 给他念 赶快念 嗯 我要练多少张啊 房子里面 我刚刚已经讲了 七十 七十 刚刚说七十几 七十二 七十二张 不是七十二变 七十二张小孩 一起的 嗯 好啦 嗯 好啦 好啦 嗯 再见 再见 好好努力啊 嗯 好的 好的 师傅 喂 你好 喂 你好 哎 是台湾啊 哎呀 你好啊 哈哈哈哈哈哈 我起了 听到台湾的声音 哎 台湾 嗯 我去看一个 啊 过时的盲人 张 张汉 张 张汉 张 张汉 张汉 你这次去了吗 去了 他 哎 台湾有没有别个家事 我到台湾的对面啊 对啊 人家说 有一个 有个秘书处的一个 我们一个秘书告诉我说 有一个人是经常打进电话来的 他说 啊 要跟台湾握手 台湾在广播里说 叫他拿本书 他真的拿本书站在那里 结果没看见台湾 哈哈哈哈 是不是你啊 我没有拿书啊 不是你啊 不是 不是 哎呀 结果后来 台湾还 还特别赠送他的礼物 给他佛珠 挂罪 我以为是你呢 拿本书呢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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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哎 台湾 这个丢命电话给我快点回答分析先 台湾 不然我会给你讲嘛 这个丢命电话 哦 赶快讲吧 赶快讲吧 哎 台湾 台湾 当我看一个故事的盲人 那个是同学的 张汉 中常张 汉 汉人的汉 一丢去去的人往生 这叫张汉是吧 阿修罗 嗯 阿修罗 嗯 阿修罗 嗯 阿修罗 要给他几张 小黄纸 很低的地方 阿修罗很差的地方 嗯 哦 八十六张 要给他 八十六张 够吗 够了 嗯 如果要潮到清贴 要多潮 嗯 就你这种水平 还能把它抄到哪里啊 最多在阿修罗 这是我的 是同修 同修 啊 八十六张 应该可以到阿修罗很高的地方 嗯 如果继续加的话 嗯 有可能到天道 好啦 不能再讲了 嗯 第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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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留 留藤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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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藤庙 那个藤庙 是淫度盘 上面一个西 下面一个澡 庙 是三个水 上面一个水 下面三水 哦 藤是什么藤啊 藤啊 淫度盘 上面一个西 下面一个澡 上面一个西 下面一个什么字啊 澡 倒上个澡 哦 潭 三点水 一个潭 研究潭的 叫刘潭什么 庙 庙就是上面一个水 下面两个水 刘潭庙 他没有写给我 不知道是蓝的还是你的 刘潭庙 我看看啊 这个人已经到天道了 还要认小房子吗 可以了 蛮好的 这个人有菩萨保佑 先到哪里 这个是先到哪里 遇见天还是先 遇见天 遇见天 遇见天啊 好好努力啦 明白 还要认小房子吗 小房子随便你了 好吧 叫刘潭庙 刘潭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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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他多少张 财胆 给他也要76张 哦 明白 财胆是四年属福的 不能啦 他讲他往年会不会有财运 他 你的 你看看他现在有没有财运就知道啦 哦 你告诉他 你告诉他 叫他 叫他要学会 学会布施才会有财运啦 他这么小气 都这么 他这个对人家都是这么 他讨似他��他的续续很差 对啊 很差 我告诉你 很多事情都是自己的 你要懂英果我们就知道了 你想吃到鼓的话 他的续续很差 好了,不能再讲了 讲完了 基金很差吃软零纸 那一段有多少啊 一段有五十六 五十六啊 哇,很高哦 这个是多少那点,两万纸了 好了 我七点花费回来 一段有没有少一点,才在 不能再讲了 好了,好了,给人家讲讲吧 不要这么自私了 太大,我这一段有没有少一点 好嘞,好嘞,好嘞,你帮人家问了这么多了 再见,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 感恩,感恩 再见 嗯 嗯 嗯 每一个人都要 真心实意的求 真心实意的修 很多人问我 那么 求菩萨算不算执着 啊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 啊 正知正见 啊 善求 啊 善良的 比方说你说 我愿意 啊 帮助谁 啊 菩萨我愿意改邪 归正 啊 我愿意把 这个事情啊 我去除自己的烦恼 你说是不是正求啊 什么叫正求啊 啊 就是精进的求 努力的求 这个不是贪 比方说你跪在那里 菩萨 你让我发财啊 那就叫贪求 明白了吗 喂 喂 你好 哦 师父 师父您好 给您请安 嗯 师父 想先当同修问一下 八四年 属属的女孩子 她想问一下 她的婚姻 她特别执着于 她这位的属 你说她婚姻 好不好 感情 现在 这个牛啊 我告诉你 这牛 属老鼠 是吧 啊 等等啊 嗯 八四年 叔叔 啊 不好 头都扭到后面去了 嗯 师父 她是不是天上下来的 哼 我看不是 啊 不是啊 嗯 自己感觉像天上下来 呵呵 因为她有梦大光 她在天上 然后她说 她的善男子呢 她就来了 她就来找她的善男子 哎呦 身上有灵性了 脑子都有问题了 哎呦 哎 还天上了 她还 她还在找她善男子呢 哎呦 哦 你看她眼睛 你看她眼睛 你经常跟她讲话 聊天的时候 你能够发现的 很多人有毛病的人 脑子你跟她讲话 讲五句 讲六句 之后你就会发现 她脑子不正常了 一般的 左脑神经 如果接受外界的环境影响 左脑神经 如果她在 接受外面的思维 比方说人家问她问题 五六次之后 她如果还能 控制住自己的神经的 这个 呃 神经末梢的这种系统 就是我们说正常的思维系统 那么这个人就说明正常 一般的问五六句之后 问题 这个人回答已经有点乱七八糟了 那么这个人的 神经思维系统就已经受损了 我不 我不说她神经病 就是受损了 你听得懂吗 那师父他今天都会上乡房子呀 已经有问题了 你比方说 你要学佛吗 我当然要学佛了 你跟谁学啊 我跟师父学啊 我好好学啊 那么那么你学了之后会怎么样啊 学了之后 就就好好地努力了 我就慢慢地就境界提高了 那你境界提高之后呢 境界提高之后 我就不一样了 跟人家 那不一样之后怎么样呢 不一样之后啊 我就成仙了 成无上了 好了 第五句听见了吗 思维出偏差 我告诉你 那他念多少让小房子的 他 嗯 你叫他好好念 这种叫思维偏差 并不是神经病 明白吗 哦 思维偏差的人实际上就是正常思维偏离 没有寻找到自己的正常思维 实际上就是离开了自己的真的九十天中了 离得越远 你讲出来的话越怪 神经病嘛 你表面上看不出来 你跟他多讲几句话就发现了呀 那那您说他怎么念经啊 多念心经啊 心经啊 好好念啊 念一遍心经 要跟菩萨求求 请菩萨给我开智慧 念一遍要讲 请菩萨给我开智慧 要这样讲的 那那身上的灵性要多少张小房子呀 五十六 哦 好嘞 一个女的你告诉她 眉毛是倒刮的 眼睛小小的 哦 行行 OK 师傅您帮我看一下 01年的蛇 它还有多少小房子呀 01年蛇是吧 哦 有 散灵特别多 是散灵吗 它不是有大问题吗 大问题 大问题加小问题都有 哦 嗯 它现在的脚冷得不得了 对啊 它现在是这样 啊 脚都发冷的 我告诉你 那些闪灵全 缠在它的脚上 它还抽筋 嗯 哦 你要叫它当心啊 叫它当心啊 我告诉你 嗯 在它的脚上 嗯 这么小的小孩子 也不大 你看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那些 过去吃的鱼啊 太多了 鱼虾 都有 嗯 哦 那念往生咒 往生咒 一天 一天 我看啊 超过四十九遍 五十 五十九遍吧 五十九遍 好吧 那它那个 大的那个灵性 我许愿了五百张 大概 好很多 两百多张 对 差不多 跟我看到一模一样 两百十二张 收到 哦 那生命我念的还可以哈 很好 非常 都收到了 两百十二张 嗯 一点不错 哦 收到两百十二张 哎 哦 明白吗 对 好了好了 哦 那行 那我就继续把这五百张念完了 念完了会好起来 没问题 念完了之后脑子就清楚了 思维就不一样了 走路就健康了 我讲话你听得懂吧 好好好 好吧 谢谢师父 谢谢师父 好了好了 嗯 咱俩年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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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喂 你好 喂 你好 你好 听到 师父 听得到 你请讲 啊 师父 你好 你辛苦了 哎 您看1990年 马 女生 1990年 属马的女生 对 想看什么 看身体 求佛求得蛮好 他 拜佛拜得挺好的 嗯 打你电话真的好紧张 听得懂吗 求佛求得挺好的 已经有菩萨保佑了 嗯 好 嗯 但是呢 要注意两点 第一 人的身体 非常的虚弱 好 血脉不合 啊 两个手 两个脚都是冷的 对 对 对对 还有妇科不好 嗯 好 腰不好 嗯 哇 真的不好 还有眼睛啊 有一个眼睛 还有一点模糊啊 对 对 啊 左眼别模糊 然后右眼是非常的痒 哎 好了 左眼模糊 右眼痒 两个眼都不好 听不懂啊 还好没对眼啊 再来个毛病对眼 那你就是 哈哈 现在知道了吗 请问 请问师傅是 呃 业障吗 有啊 有业障啊 你过去 有没有拍死过蝴蝶啊 小时候 小时候五只吧 啊 五只 五只 现在我看有五个蝴蝶 哈 嗯 所以之前我的皮肤会这样 就讲 对了 对了 我告诉你 你 曾经 打死过一个蝴蝶精了 我告诉你 而且是怀孕的了 这样请问要 哦 要念几张 那个小帮子 现在我看一下啊 至少 五十六张 OK 好吗 原来就是跟菩萨说 针对这个蝴蝶精 我把蝴蝶精 对 你要跟菩萨讲的 因为小时候不懂 我年幼无知 请菩萨原谅 啊 这个 无心的杀生 但是不能吹牛蛋 如果当时有意的话 那你就不能说 无心杀生了 你就说 不懂事情 牛云无知 我不懂事情 就这么跟菩萨讲 明白了吗 请菩萨原谅 我现在念忏悔文 明白吗 请问要跟菩萨 唱美其片呢 师傅 皮肤很不好 你 哎呦 你的身上啊 背后还有疙瘩 还长了个小疙瘩 对呀 我的脸整个东西 师傅 我怕自己像 现在看到了吗 打蝴蝶呀 打在那脸上 全是 哎 雀斑 真的 我看看到 我怎么看不大出来啊 就是好像 就是 就是眼睛下面 还有鼻子这个地方 好像多一点 嗯 对 脖子都有 脖子都有 我 我跟你们说了 你们不要去 小时候有 有这种杀业的话 哪怕一点点 以后都会有报应的 千万不能杀的 明白吗 我知错了 我踏水师傅 师傅请问要练几遍 神读星练几遍礼佛 每天要念49遍 你大概要连续念 四个月吧 至少 嗯 四个月 四个狗遍礼佛 好吧 每一天 嗯 好 不是礼佛 sorry sorry 对不起 往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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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四成九遍的 往生 那四成六张的 小房子 真被我之前 对 杀死那个蝴蝶精 对对对 明白了吗 然后像我这个是 这样我是因为 呃 越障 而不是因为我拍图 变成这样嘛 因为我也有 一些拍图的产品 嗯 哈哈哈 哈哈哈 排毒排到额头上都有了 哈哈哈 师傅 看到你额头上都是 一格格的 我告诉你,你记住了,排毒不要乱排,有的时候,人内脏里面,它是有毒素,但是不一定要排掉,靠自我消化掉,你要把它逼出来的话,因把毒啊,把它逼出来的话,逼得好是没事,逼得不好,影响内分泌,会失调的。 好,明白了吗,少用一点药,少吃一点排毒的东西,不能太厉害的,有的人一排毒,排毒的浑身都是像枕枕枕一样的,开什么玩笑,有些东西是自然,我就问你,正常排毒还是硬把它吃药,吃的排毒好了,你告诉我呀。 好啦,对啦,发神经的,人家吃点黄瓜都能排毒,真的,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好啦。 好,师傅,请问,看它联网还在吗,19295。 棉花,棉花在不在,看看棉花,机器啊,多少号码啊? 19295。 19295。 嗯,在,还在。 好,好啦,好啦。 190的码,白色的吗? 不是啊,棕色的,嗯。 啊,色色了? 啊,不要,不要,不要穿得太白。 嗯。 哦。 好啦,好啦,不能再问了,不能再问了。 好啦好啦,咱们师傅,师傅,吉祥,拜拜。 嗯,好,最后一个。 嗯。 喂,你好。 喂。 喂? 快点,快点,最后一个了,加进去的。 来,赶快。 呃,师傅,呃,看因为你同修九零年的马,他目前患有厌尸症。 九零年的马是吧?女的? 对,女的厌尸症。 啊,九零年的马,女的厌尸症。 嗯,看看啊。 啊,看到了,看看那什么毛病,为什么厌尸症。 啊,她的肠胃到反流啊,倒流啊。 她的肠胃有,有问题了。 哎,我告诉你啊,我告诉你啊,一冷啊,她就不想吃饭。 冷啊,肠胃太冷了,吃了太多凉的东西了。 嗯,好。 就说她已经自己。 啊,你说,你说。 是女孩子是吧? 嗯。 对,她只有二十六岁而已。 啊,妇科都不好。 嗯。 就说她目前她的体重只有三十二公斤而已。 对啊,我刚跟你说了,女性妇科也不好,听不懂啊? 听得懂。 啊,腰也不好。 而且我告诉你,有一点点自闭,你知道吗? 对,对,对,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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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不要一直跟人家讲话。 啊,是。 自己喜欢关在房间里,吃饭的时候就不开心。 嗯嗯。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为什么? 就是。 心中有烦恼啊,去不掉。 明白。 好嘞。 好,师父她已经有自己本身念了两千多张的小房子。 她目前在医院治疗,因为她是全素。 医生需要她吃分子来补充营养。 补充营养。 她该怎么办? 叫她去找一个营养师,懂得吃素的营养的师。 因为有些营养师她的知识有限。 她没有研究那种吃素食的。 我可以告诉你,有很多营养师她懂得素食的营养成分。 她可以调配的。 很简单咯。 我告诉你,你叫她吃回去她会恶心的。 明白了吗? 明白。 很多我们吃素的人,你只要闻到鱼腥味,马上呕吐。 这还听不懂啊。 嗯,明白。 好了。 师父我想问你,她的工作是社工帮助病童争取更多的鼓励。 需要接触这些病童。 她的病症是不是跟这些是没有关系呢? 不要讲了。 怪不得的。 她的边上至少有五个人。 五个灵性。 需要她帮助。 但是没附在她身上。 所以她的情绪一直受他们影响了。 好了。 对了,对了,真的。 神经啊,已经神经了。 我告诉你,你要记住,什么工作。 你要是在火葬场的话,你天天跟鬼打交道。 你回到家里睡觉都会碰见鬼的。 听不懂啊? 没法。 听得懂。 好了。 师傅,你可以看她左面的两千多张小房子的质量如何呢? 我看看啊。 两千多张小房子。 她自己念的。 瞎搞了,一千三百张只有。 只有三百张。 一千三百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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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七百多张不符合规则。 让她身上五个灵性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我看看啊。 第一个。 第一个五十六张。 你记一下啊。 第二个。 第二个四十九张。 第三个。 五十六四十九。 第三个七十六张。 好。 第四个。 第四个蛮小的。 三十四张。 三十四。 第五个。 好。 六十九张。 好了。 好。 师傅可以看一个亡人吗? 赶快啊。 没时间啊。 叫黄清凉。 黄色的黄。 清洁的清凉好的凉。 黄清凉。 一五年十一月亡生的。 男的女的。 男的男的。 一五年十一月亡生的。 啊。 他收到很多小房子啊。 已经在玉戒天了。 对对对是。 玉戒天。 给了他几百张小房子了。 几百张了才拿到。 还需要几百张啊。 不是。 已经拿掉几百张。 所以才到玉戒天了。 哦。 师傅。 佛萨曾经说他需要去图人。 呃。 现在不要了。 现在是在一阶天。 不需要了。 好好好。 赶快。 让他还需要多少啊? 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你现在应该挂电话了。 时间没有了。 这样。 这样下次再打电话。 拜拜。 拜拜。 好。 谢谢你感受。 舒服保重。 再见。 好。 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了。 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 回到节目中来。